隋开黄十八年的腊月 陕西武宫县的李家别馆迎来了新生儿 承载着父母既是安民的期望 他有了一个标柄史册的名字 李世民 这个少年长得龙子凤婊 相貌堂堂 十五岁时 他与十三岁的观音璧结为少年夫妻 二人一见清心 共约白首 此时的李家二郎年位若冠 便以文武双全 十六岁那年 他献策救出被包围在燕门的隋阳帝 四年又在万军之中 救出身陷敌营的李渊 这颗华夏夜幕中极其耀眼的地星 就以这样的方式璀璨登场 此时的隋朝 一道奄奄一息的中局 面对逐鹿天下的关键棋盘 这位太原公子 说动父亲落下了反随的胜负手 同年八月 在起义大军的号角声中 十八岁的少年将帅 入主长安 公元六一八年 一个名号为唐的朝代 开启了这个民族的新纪元 这一年 二十岁的李世民受封秦王 面对多方不臣的乱局 他选择了再次出征 四年时间里 他先后平定了薛仁稿 刘武周等割据势力 在虎劳关又一战灭两亡 立下了定顶之功 翻试凯旋后 二十四岁的少年郎 有了一个特别的封号 天策上将 这位虎劳关以三千人 克敌十万的天策上将 已经走到了 魏吉人臣的顶点 李世民正向着 大唐帝国的至高权力 蓄势待发 公元六二六年的一个早晨 李世民率众发动了 玄武门之变 正式成为了唐帝国的掌舵人 四年 夜不庇护路不时宜的 贞观时代终于开始了 在三年的历经屠治后 曾经多次挑衅的 协力克汗 被陷到惊师 三十二岁的李世民 被四方藩帮 奉上了一个名为 天克汗的尊号 此时的唐帝国 正在进入蓬勃发展的志士 而他的家庭 却要迎来 撕心裂肺的痛苦 三十八岁那年 陪伴他征战治国的 观音币撒手人寰 失去了 共约白手的少年夫妻 李世民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中 八年后 他再次陷入了彻骨的煎熬 为了争夺至高无上的权力 儿子们在他的晚年互相残杀 这场乱局以太子承前的谋法而告终 最爱的发妻已然香消玉允 最疼的长子又与自己父子反目 在他的苦心保全下 承前被免去了储君的身份 废为庶民 承前死于乾州的童年 他全身心投到了对高沟黎的征讨 经历了征战的劳累和心中的苦闷 不再年轻的李世民 身体已成风中残烛 公元六四九年的七月 在将家国后世一一托付后 这位模范般的传奇帝王 并是于常年轻绿的中南山上 享年五十二岁 晚年经历丧气肺子之痛的李世民 一定很怀念天策府的快意时光吧 苦劳关以三千人对五万人的天策上将 意气风发 此次战役赛季 有真实历史的玄甲军 也有来自小说的凤翅刘金堂 新赛季已经上线 大家可以到战役心服天克汗 和天策上将服务器 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吧